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帮助我不懂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我先生就往生了 生孩子又眼受伤掉 我先生就要求我不要测衣服 后来没有办法决定在家测衣 有时候测到12点 一见姐一生闯我耳朵 面部麻痹会影响一些听觉 所以我听你们讲东西 我会要求再讲一次 午夜宿时一个月 就有去听上人的开始 上人有讲把握当下 横齿刹那 到其实有接触一些佛法 想到自己真的也不要再去等 第一次穿上那个白衣白裤感觉到很怪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子穿过 因为我不懂真善美是什么 第一次笑死人 拍环保战三个小女孩 最后全部都没有拍到 电脑问题和野拼音 完全没有接触过 打电话脸皮后去问人家 这样子慢慢学上来 自己真的是很没有自信 真的是也是很想放弃的 但后来慢慢慢慢喜欢上聊 直到能够一路菩萨的好人好事 让后世的人来学习 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天 会学电脑 做PPT 感恩上人充办这个词题 让我有很多学习的意会 本集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dłcount